盘点火影底的骚套路 第二期 绘土石仓 这个人者很有特色 他可以在敌人放弃的瞬间复制对面技能 敌人一强 他就有强 奇目误开看的直呼内行 所以利用他复制技能机制 复制一些长时间控制技能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不断的用对面的技能去折磨对面 虽然伤害不大 但物误性极强 今天呢就带上青豆两件套 给对手来一个 青豆折磨一条路服务 来让我看看 吃哪个盗木蛋排到了我 我宣布 这把你心态已经碎了 既然是暴怒小孩 所以我觉得他开机会暴怒 咱这些疯狂的复制技能 看吧 我猜中了吧 复制他技能抓过去 抓空了也没事 他只要赶过来 咱就再复制他技能 让他自己打自己 比暴怒 我比代徒更爱临 在这儿眼神变得提神 往下一走 躲跟树枝 此时对面只剩一个斗 咱们反正有一个冲锋 衔接普攻 那不搞心态时间 正式开始 诶 咱们没有cd了 这跟我在训练一次的不一样啊 没事咱就将计就计 再让他一部心态 放他起来我就站着不动 给他撑一个斗 我再替人放个夜鸟 再把他弄吃掉 这一部叫什么 狗心态三十游戏值 给他希望再让他绝望 那咱们没开路 再死什么